任何运行斯科支持的虚拟专用网络,VPN,的人都可能需要安装更新,以确保一切正常运行。 这是因为斯科无意中允许嵌入在软件定义网络控制器,The Switch really应用程序策略基础架架构控制器企业模块,APICEM中的SSL证书已于7月3日到期,在8月6日发布的通知中,斯科解释的APICEM公用基础结构,PKI在已在受影响的软件版本中失败。 其结果是,APICEM实例,便都无法提供线认点,具有此问题的APICEM实例,无法生成新设备,安全套皆自尊,SSL证书或使用APICEM智能1E1,应用程序来部署新的中心分支站点,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建入式SSL证书到期,从而阻止了任何新信认点的创建, 建入式SSL证书,实际上,充当了名为UJBC开云证书颁发机构的根,当根证书有效时,它可以颁发,更新和撤销用于跨VPN进行身份验证和加密的X509证书。 当Root被取消信任或过期时,你将无法再颁发新证书,并且有可能将链接回过期证书的所有现有证书变为不受信任,尽管后者并没有发生。 但无法正确先发证书的问题,能导致大量用户无法创建新的端。 对此,斯科表示正在加紧修复中,APICEM版本1.6.3中,将提供此问题的修复程序。 得,不急的客户可以找斯科网络工程师将手动补丁利用于受影响的系统,进联系技术支持中心,查理或许有关手动补丁的帮助。 单个证书过期的影响是很大的,一张过期的证书会卸下你大部分的攻击防备,我们总的努力不让证书过期,这从未在发生之前做好准备。 这就是为什么,特别是在企业级别,证书可见性可使用适当的工具来管理证书生命这其如此重要的原因,获得一张证书并非难事,但要维护和保持水准却没那么容易。 此刻的过失正式在体型企业及SSL证书用户,没有一劳永逸的安全,是该在证书管理上多下公布了。 证书 要懂什么 Wille 再讲 证书 mus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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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